那大家好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講座 然後我們這個月就換到這個教室 其實這個教室也是我們比較喜歡的一個教室的感覺 因為我們上個月是在A207的會議室 然後我們一直覺得那太大 就是我們一開始設定的參加人數大概就是這麼多人 因為我們不太想讓他變成一個 就是像我們帶來比較平常參加那種演講的感覺 就是我們希望他是一個比較小型的 然後可以有比較多對話跟討論的機會跟時間的 那只是我們上個月 因為大家那個講者其實都蠻有料的 所以講起來其實沒有留太多時間給那個 就是給那個在座的同學或是聆聽著做一個討論的時間 但我們希望就是之後的演講都可以有比較多這方面 可以讓大家討論的機會 這也是我們一開始辦那個講座最原始 希望可以達到一個目的 好然後我們進入到四月的脫海人 其實會轉換到另外一個主題上面 就是我們這個月整個月分在討論的一個主題是 神話傳說的創造與再創造的議題 那我覺得這個議題其實很有趣 而且同樣的也是不是離大家非常遙遠的一個議題 是因為其實現在我們看到的很多文學作品或是電影 我覺得又是電影 然後一些影像的漫畫也好或是電視劇也好 或甚至舞台劇或甚至音樂等等的不同的媒介 其實都常常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神話傳說的再創造 就是怎麼樣讓它從一個所謂原始 原始的樣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當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當代的觀點進去 那我覺得這個當代的觀點就取決於說 改編這樣的人 改編的人 或是再創造者 他到底存了什麼樣的心 他到底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再回顧 甚至再重塑這個所謂原始的傳說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整個月串下來其實大家可以發現說 在這個四月裡面要談的議題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那像今天我們請到榮鴻選長來談的 他其實是一個比較是著重在台灣原住民的一個 樂園神話下面的一個 你說他是追尋 他是一個失落的一個部分 但是同時間我們在歷史的這個腳步當中 我們還是一步步一直在追尋的一個我覺得蠻矛盾 而且也蠻有這種一來一往的一種迴旋的一種感覺 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談神話這個概念的時候 都會覺得 他可能有幾種層次吧 第一個他可能沒那麼真實 我們在談到神話這個概念的時候 第二個我們可能會覺得說他可能離我們很遙遠 就是某種神話上面我們去閱讀到很多所謂神話這樣的一個故事題材或是內容的時候 可能某種神話上我們會覺得他跟我們來說是很遙遠的 那或者說他可能有一些預言性 可是比起其他的傳說故事 傳說或是故事來說 他好像又離我們更遙遠一些 那我覺得這些問題跟這些我們的想像跟想法 我覺得都沒有太大的錯誤 只是說在不同的族群 像我們這次要講的是台灣的原住民 我們之後可能會講科幻可能會講奇幻 就在這樣的不同的領域跟範疇裡面 我們怎麼樣再去看待說 這個神話傳說到底他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那當我們要把它放在一個創造 與再創造的一個脈絡底下去談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 我們現在怎麼樣去回去看這個神話傳說 他的背後的意涵 而這個背後的意涵是不是他可以聯繫到或是連結到 某些我們可能覺得他其實沒那麼相關的事情 可是他其實是相關的 那我覺得這種題材上面的一種串聯跟探索 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現在很多科幻電影 奇幻電影或是小說文本在做事情 那我覺得這東西相關 其實是可以串聯的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人後宣長 他其實就是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 我所認識的這些人裡面一個 對於田野調查這件事情是非常厲害的人 就是 就是宣長他真的 他對一個議題或是一個主題有興趣的時候 他就是自己就會直接殺下去 就是不管時間 就是不管他是清晨多早或是他是多晚 他需要花多少時間 就是學長他是 就是一個完全走一個田野實踐的一個路線 這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點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 我自己覺得我是做不到這件事情的 就是那個動力跟能量 我覺得是很值得敬佩的 然後另外就是 其實大家有看到學長的一個見解 就是他雖然是漢人 他雖然是漢族群的 跟原住民其實 絕對是分屬於不同的族群 可是 他對於台灣原住民的 不管是研究或是喜愛 或者是想要深入了解那個動力 我覺得是很 就是你會覺得 就是其實我可能會覺得說 你其實明明就是一個漢人 那為什麼你會對原住民這麼有興趣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 在今天的這個議題裡面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嘗試去體會的東西 就是我們不是同一個族群 可是你還是會對這個族群非常非常有興趣 你還是會想要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從今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甚至到未來 他們到底會怎樣 他們的那個脈絡是什麼 你會有興趣 會想要深入的了解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 我們在這個研究所裡面 一個可能大家比較缺乏的一個經驗吧 就是田野調查跟田野事件的部分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 今天的主題裡面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各取所需可以得到 自己想要得到 想要聽到 想要理解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時間 我們請這邊請 謝謝 謝謝旭敏為我介紹 那 其實剛才從他介紹裡面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說 其實對於台灣原住民 真正去做比較深度的了解 其實跟各位比起來 並沒有差太多 我是到研究所之後 才對原住民稍微有了解 等於在大學的時代裡面 對於原住民的了解 其實並沒有比各位多太多 對於原住民 其實當時候還有許多 存有許多的刻板印象 那之所以會對原住民的興趣 也主要是研究所的課程 當時候秀美老師開了那個 台灣原住民文學 然後才開 當我那個時候 就是對原住民很多的 不管是神話傳說 或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開始產生了一個興趣 那當然這些東西 如果之後 在其他的未來的演講講座裡面 有談到關於田野的這個東西 我可能會比較深入跟大家講 不過今天我們還是回到一個主題的部分 神話的部分 尤其是原住民的神話 那其實在開始之前 我先問一下 各位對神話真的很有興趣 請舉手 就對神話這個主題 有些人有舉手 還也有人舉手 但是 我真的我自己個人這麼認為 我覺得神話這個主題 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坑 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 不管你是在做 對於學術也好 創作也好 或是說個人的 在生命追求也好 它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一個保障 因為其實神話這件事情 它是有不同的一個脈絡 甚至在 它呈現出來是很多族群的一個思維 甚至很多族群 他們之所以到現在 他們的形式準則 或是他們對待事物方式 或是他們對待人際之間的關係 可能都可以牽涉到 他們族群當中最原始的神話 而且剛才有提到 很多種不同的脈絡 像我們現在所比較熟知的 世界各地的一種神話體系 有希臘的 有北歐的 有印度的 有印加的 甚至在台灣原住民 它其實也製成一個體系 也有所謂中國的一個神話 但更不用講說在亞洲部分 還有日本的 他們各個神話體系當中 其實很多不同的龐雜的東西 但其實在人類的想像當中 尤其在出名社會的想像當中 它其實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共同點 那神話除了以民族來看的話 它又可以去用主題來看 像其實在我今天 我今天在神話這個單元裡面 其實我在選擇 要講述什麼樣的神話的時候 其實我很增長 因為神話它有非常多 像如果以台灣原住民來講 我簡單去分好了 台灣原住民會講到的一些神話 除了樂園神話之外 它當然還有色日 還有人類情人等等之類的 那這些主題都是世界共通性的 你在美國的 美洲的印第安人 它同樣有在講述人類情人神話 但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在歐洲那邊 北歐的神話裡面 它其實也有講述到人類情人是怎麼樣 它有很多類似的地方存在 但是它又因為人類所處在的地域環境不同 而有不同的感觸跟想像在裡面 那其實在樂園神話當中 它其實也是一個世界性人的主題 那等一下接下來就跟大家稍微講一下說 今天整個大綱的部分 雖然說我叫做台灣原住民的神話 但是等一下會稍微提到一些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一些主流的 而且可能會跟宗教信仰有關係的一些神話 那接下來的部分的話 就是先講說省教樂園神話 那這張是文藝復興時期德國的一個畫家所畫的 它是根據等下會講到的一個希臘的一個老作家 他所講述到的一個樂園時代所畫出來的一個畫 那其實當然在講到神話之前 可能各位有上過神話基礎的課程 但是有可能有些人沒有接觸過 可能有些人認為說神話是在講述神明的東西 但其實就比較所謂的民間文學這個範疇領域來看的話 其實神話傳說跟故事它分別指色是三種不同的一個內容的一個賞文敘事 那這邊為什麼我們會把賞文敘事特別掛呼起來 因為其實在部分的族群當中它的神話並不是以賞文的形式 它可能是以史詩的形式去做一個運文的形式去做一個流傳 所以說其實神話這個部分它不一定只有賞文去世 但是它必須要符合以下這幾種概念 它必須要講述到的是可能是人類的情願 世界萬事萬物的一個情願 萬事萬物的情願 或者是還有另外一種所謂的整個世界的法則由來 像比如說為什麼太陽會從東邊升起 為什麼天上會有日月形成 為什麼人類會死亡 為什麼我們必須得心情工作 或是說為什麼會有人的產生 那這些東西它可能都是在建構在出名的 尤其可能還沒有建立起所謂的 我們所認知到的部落的一個形式的人類 他們在觀察他們自己所處的一個世界的時候 去做著各式各樣的想像 而且有的時候它不是用文字的方式往達出來 它可能在語言在產生之前它可能通過繪畫 透過可能手語 透過可能用類似語言的呼喊的一個形式 來傳遞給下一代說他們所認知到的事情 所以其實神話這個東西它很複雜 再加上它在傳播流傳的過程當中 它會不斷的變異 不斷的被後人填下東西或是刪減東西 導致在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很多過去的神話裡面 我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也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變成說從各種角度就可以去解釋 像語言學派它就用語言疾病來解釋所謂的神話 其實它是一種過去的人們他們在解釋 解釋自然現象的時候 那些的名詞在傳播的過程當中 它變成了神的名詞 這是語言疾病所有的其中一種解釋方式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些是有些人會認為說 所謂的神話傳說 它是祭典儀式的變形 或是說祭典儀式它是神話的音樂 其實這些東西都跟人的日常生活 有非常非常緊密的一個聯繫 那今天我講到的 那個樂園神話它其實 樂園神話這個詞比較少人用 但是在一般國際上面 普遍人家都是用Gordonnage 就是黃金年代、黃金歲月在講述到說 這一類的神話 這一類的神話它的內容 那其實Gordonnage它其實是那個 這個詞啊它是來自於希臘的一個詩人 賀希爾的這個詞集工作與時日裡面 其中一個段落 它講述到人有幾個時代 首先第一個時代就是這個Gordonnage Gordonnage這個時代是在希臘神話裡面 我們有知道說宙師他的父親那一輩 克索羅斯 他所統治的 在那樣時代裡面 人是跟神其實很近距離的接觸 平凡的接觸 而且人是不會死亡的 人也不用特別心情工作 在那個時代裡面 基本上一切都是很美好 那在Gordonnage之後就是白雲時代 也就是宙師所統治的這個時代 在這個時代裡面 人會死亡 而且人的所謂的幼年幼兒時期 是非常的長的 長達將近一百年 然後等到成人之後 他會快速的死去 為什麼 是因為征伐、戰爭 然後在這個時代裡面 人跟神之間會有些距離 人不再是完全的這麼相信神 那接下來就是青銅時代 那青銅時代 這個時候人不再具有所謂的很多的優勢 人必須要性情的工作 才能去滿足日常生活 再來就是英雄時代 那英雄時代的話 可能大家會比較清楚 像那個 那個什麼 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 這類的英雄 這類的英雄 他有點類似半人半神 或是說人生混合的 這樣子的一個時代 那接下來最後 其實是黑鐵時代 也就是那個 赫希爾的 他們自己說出的時代 他認為在這樣的時代裡面 人類之間其實彼此並沒有互相的誠信 然後不斷的戰爭 不斷的動亂 然後在這樣的時代裡面 可能兒子都會殺老爸 然後那個 父親可能都會虐待兒子 他所認為的 人的一個時代 其實是 比較不好的 黑鐵時代 那為什麼會跟大家講這個 是因為 所謂的黃心歲月 它就是取自於這個 赫希爾德最開始 所謂的 人美好的生活的那樣子的時代 那 以這樣子為基礎 其實在東西方 它有各自不同的一個主流的一個想像 那 聖經 應該大家都知道這本書吧 應該是至今人類最暢銷的一本書 印刷再版最多次的一本書 那它其實 聖經裡面所講的故事 大部分 絕大部分 都是西伯來民族 他們的一些民間故事 放在裡面 然後再不斷的推演上去 不斷的加油添出下去 那其實在聖經 不管是新約還是舊約 它其實都有講到一個樂園的一個形象 在那樣子的時代 在那樣子的一個空間裡面 人是非常非常自由 人是不用心情工作 就可以直接滿足你日常所需 然後其實 這邊大部分都是節錄的一個原文 然後我把它重點是把它寫出來 那其實我把它調列是 在那裡面其實人類是不用跟蹤的 那裡面有很多的精銀 精銀珍珠麻 這邊紅字你們可以稍微記者一下 等一下可以跟原住民去做比較 還有萬物皆由神所創之的命名 這個其實滿好的 因為這個品牌就是 原住民的某些神話故事裡面 它不是直接的關係 但是它有靜致的關係 為什麼會由神所創之的命名 如果有接觸到很多的 不管是奇幻或是奇幻作品 或是說很多的一些關於神話作品 甚至有去接觸到所謂神學的 他們其實都有提到一件事情 所謂的真名 你知道某個人的名字 真正的名字這件事情 你可以操控某個人 而且這個東西 並不只是存在於神話裡面 在有一個童話故事 仿精線的姑娘 就是把稻草仿成精線 就是一個農家的婦女 然後她騙王子說她可以把稻草仿成精線 然後王子說 好 那你就把稻草仿成精線 如果你做不到我幫你殺死 結果她真的做不到 結果有一個小矮人 有一個類似哥布里拿 一個小矮人 然後就跟她說 好 我可以幫你把這些稻草變成精線 但是你接下來要把小孩子給我 要不然是你要猜到我的名字 給他三次機會讓他猜他的名字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童話故事 它其實也是這種神話的一件事 好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用神所造之人來創造女人 結為伴侶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在部分神話裡面也都有提到 就是人怎麼去反應這件事情 那當然還有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所有的樂園神話裡面 他都有提到某項禁忌 然後而且這個禁忌存在的功能 就是要讓人去觸犯它 所有的故事不只是神話 在那個普羅普的故事的功能裡面也提到 在故事裡面所有的禁忌 所有的禁令 它唯一的功能就是要被打破 因為如果不打破故事走不下去 小紅帽裡面提到說 你去外國家路上不要亂跑 那這些小紅帽一定會亂跑 其實小羊媽媽跟他說你不能打開門 接下來他一定會打開門 那其實這種東西它是一種 在敘事學裡面當中 它是一個鋪敘接下來的情節的一個功用 我們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 但是它如果在神話裡面來看的話 它同時也是去解釋 同時也是去解釋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能擁有 這樣子一個樂園生活 那其實在那個聖經裡面 它其實對於失去樂園這一段 它其實也有非常詳細的一個表現 那當然你們也就知道 就是因為蛇騙了人類 讓它吃下了善惡之果 那當然這邊我們不太去仔細地去辯證說 它吃下到底是善惡之果還是智慧之果 尤其聖經裡面的關於這一類的討論 其實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當然就是因為人出犯了禁忌 所以對男女各下的一些詛咒 那這個詛咒其實也是後來變成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是這樣 它其實同時也是在解釋這一些 那在剛才講到的是聖經 另外一個在所謂的漢人社會當中 教大宗的一個樂園想像 其實來自於從印度過來的佛教 當然其實如果就道教的系統來說 它其實後來也是受到佛教的影響 也有了一個先進類似先進的一個地方 但是在印度佛教的這一類的神話當中 它其實最一開始也是受到印度那邊流傳的一本五卷書 五卷書裡面有非常多的印度當地的一個民間故事 所以不管是後來的佛說或密陀佛 或是說那個佛本身的故事 其實很多都是受到五卷書裡面的故事所影響 但是在這個裡面它其實有提到一個所謂的疾惡世界 那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在疾惡世界裡面 這邊我就是用名句的因為它其實比較簡單 在疾惡世界裡面眾生沒有苦 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就是說你沒有任何的痛苦 你所想像到的 你在現實當中的所有痛苦都沒有 然後裡面也是一樣 像珠光寶器很有那種所謂的 好啦上流社會的美感 就俗氣的這樣講 很有所謂上流社會的美感 到處都是金銀財寶這樣子 還有一個鬧丸的地方它是無有惡 就在那個裡面不會有所謂的罪惡之人 不會有罪惡的一個存在 好那接下來當然下面就是一個 它的屬於宗教的一個部分 繁文這種奇妙雜色之鳥 繁文這些的聽到這些的音樂 這種所謂自然的聲音 你就自然會嚮往所謂的佛法針的一個禁忌這樣子 好那這個是東方跟西方 在長時間以來他們在想像樂園 大多數的人在想像樂園的時候 會受到的一個經典的影響 就分別是這兩部 一個是聖經一個是佛教的經典 但是在很多的其他的族群裡面 受到這樣子的影響就相對比較少 甚至很多我們說像現在台灣原住民 他們即便有些的人受到了所謂的 耶和華信仰的影響 但是他們其實對於自己自身的族群的一個神話傳說 他們還是認為他們應該要去保存這些東西 那其實從剛剛以所謂的聖經跟佛經的經典來說 他們所呈現出來的過去在樂園神話當中 人的一個生活樣貌大概有哪一些 我們可以稍微再回顧一下 不需要勞動就可以過得了 受命沒有攻擊 在極樂世界裡面他也提到 就是人死後的極樂世界 他其實是沒有苦痛的 你是永遠的存在這樣子 沒有各種天災、疾病 然後人際之間 這個很重要 人際之間幾乎沒有人際 他們都在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在這個樂園世界裡面 人跟人之間是和平相處的 不論是聖經、不論是國經 不論是俄荷西德 對俄荷西德 他所想像的golden rage裡面 人際之間是沒有爭執的 這其實很重要 可以稍微記一下 因為他會跟原住民所想像的樂園神話當中 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樣 好,那接下來就進入到我們今天 這個重點的一個部分 黃金歲月 那在進行這個部分的時候 等一下我會以類似像講故事的方式 跟大家來呈現 但是在進行講故事之前 還是有一些基礎的概念 讓大家去能夠了解一下 因為之前也有一些人 應該說其他的同學或是講者 他其實有時候對我今天這場演講很有興趣 然後其實有興趣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來自於他們覺得說 對於原住民的一些的口傳的故事 他們要怎麼去講 他的來源在哪裡 所以我就加入了這一段 那其實在台灣原住民的一個調查當中 分兩大階段 一個是日本殖民時代 日本殖民時代 大約從1895年 但其實沒有那麼早 1895年那個時候才剛到台灣 那當時對台灣的調查是以漢人為主 針對原住民的調查大概要到1990年代 1990年就是20世紀 只要1990年 不是1900不是1990 1900年代 1900年代就是20世紀初 初的時候才開始 那其實在這個 他們其實也有年代的分布 像早期是以漢人家居 去用膽等人 去對台灣原住民調查 在這個時候 這些的學者 他們的部分是自身獨立的 獨立的去進行採集 那一直到1909年 在漢人的部分調查的差不多之後 他們增設了一個蕃薯科 應該說慣習 臨時慣習 臺灣慣習調查會他們增設了蕃薯科 那剛才先發下去給各位看的 就是他們蕃薯科的一個成果 主要有兩大套 一套是蕃薯慣習調查報告書 一個是蕃薯慣習調查報告書 那還有就是在之後 這種蕃薯慣習調查報告書 成員 這個也傳下去 成員有一個叫佐三隆級 那他們 他們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你們可以看到 剛才那兩本 兩大簿頭 班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跟班族調查報告書裡面 它裡面是以比較 民術學人類學的角度 還有體質人類學的角度 去詳細的記載原住民的各項東西 但是關於故事的部分 它只是作為一個其中一個章節 那這是他們當時候 就是集結的報告還有出版 所受到的局限 所以後來在這個調查會裡面 那個佐三隆級 他因為把他過去所調查的很多的故事 沒辦法在這兩個 這兩個簿頭裡面呈現出來的 他就以那個生番傳說集 他把各個族群 各個族群的一個傳說故事 把它以獨立出來的方式去呈現 那裡面它當然也是以分門別類 就是當時候的那個 最一開始是五族 然後後來增加到七族 最後才變成九族 那其實這個東西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一下資料 在各個族群分類不同 是因為他們在當時候 受限於採集的進度 田調的進度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他們對於所謂的族群的一個判定 其實是有所不同的 有些學者他們是用以 如何自稱 這個族群他如何自稱 自稱 如何自稱來判定 那有些族群他們是 有些學者他是用 這個族群怎麼稱呼人 來定念說這個族群這樣子 所以像前幾年很有名的賽德克巴萊 因為威德社導演的關係 所以你們應該都比較知道 對於賽德克族來講 或是說在泰雅族裡面的賽德克人來講 他們的賽德克其實就是人的意思 好那 在這些的 尤其日治時代 比較大副頭的書 大概就這幾本 就是翻逐慣習教授報告書 翻逐慣習教授報告書 三冠團說集 因為三冠團說集 目前中研院還沒有 還沒有那個 翻譯啦 就是 還沒漢語的翻譯 那在那個 教授報告書跟 慣習教授報告書 基本上 沒錯 基本上就是全部 基本上都已經翻譯完畢了 那還有就是另外一本 這個是在比較後期的語言學家 他們為了要研究原住民的語言 就是上面這邊有寫到小山商議 他們為了要研究原住民的語言跟結構 語法 他們利用了台灣原住民的傳說 來去剖析他們的語法結構 那這裡面其實也有收錄很多台灣原住民的傳說故事 所以對於台灣原住民 他們的傳說故事有興趣的人 然後想要了解 有某些故事他們本來長什麼樣子 可以試著從這些的財路集去找 試著從這些財路集去找 那當然要注意一點 你們在觀看這些日籍資料的時候 要保持一個意識 當時候的日本人他們是 就是狹帶的比較優越的一個角度 進到部落裡面 優越而且優勢的角度進到部落裡面 所以當時候所採入的某些東西 可能不是當地 或是說他不會是一種當地的人 很願意自動的講出來自發性的 他不是建立良好的天野關係所講出來的故事 然後再加上他當時候的紀錄是以日文紀錄 有經過翻譯 然後也有經過他個人的話語的一個詮釋 所形成的一個應該說財路集 那這樣子的一個日籍資料 再經過漢語的翻譯 而且他當時候是用的 不是用現在的白話日文 他又有點類似 不是古日文但是又不是近代日文 他其實藉一個中間 有點類似我們現在在看明清的當時候的白話一樣 有點類似在看那樣子的文獻 所以這些點擊大家在觀看的時候 都是希望可以保持著這種意思 不要說認為說這些東西就真的是這樣子 尤其民間故事它有一個特性 它其實是沒有特別的定本 它其實會根據講述者 真的是根據講述者當時候的心情 還有他的最近的狀況 他的故事的內容可能會增加或減少 或者是他會特別喜歡講有一類的故事 導致我們所現在看到的財路集就是成為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是藩竹調查報告書跟冠襲調查報告書他們的封面 其他側的封面 那中研院有書館 然後學校圖書館 基本上學校圖書館收的還蠻齊全的 而且有一些都還是有兩三套以上 像那個冠襲調查報告書 好像至少只有兩套還是三套 還有金裝粉這樣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圖書館找來看這樣 好 那戰後吧 戰後其實因為政治的關係 所以在台灣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調查是暫停的 那一直要等到大約在1950年代之後 才有所謂的中研院 這種比較官方的組織 或是台灣省文憲會 然後對原住民進行調查 但是這個時期啦 1950年代中期的時候 大部分都還是去針對日本的資料 去進行檢視 就是當時候因為所謂白色恐怖 所以對於所謂進入部落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 不是那麼的去允許的 不是那麼去允許的 而且其實田調就是好像在家裡面 或是聚集一些部落的老人來講話 在當時候的政治氛圍 這樣的情況就是不允許的 所以說這個時期的資料其實非常的少 而且大部分都是去整理 去核對 去比對 日本人做的資料有沒有處理 那真正要開始去 對原住民的一些的故事去做紀錄的 其實是耶和華信仰各個教派 當然他們對於這些的原住民的生活 或是對於這些原住民的傳統 他們是有起到一些 不止一些 起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無可厚非的是他們在當時候 為了要了解原住民 為了要傳播他們的宗教 他們對原住民有非常詳細的進步 那比較讓人困擾的是 在這樣子的一個年代裡面 他們的記載大部分其實並沒有出版 並沒有在世受出版 也就是說你可能要透過 比如說去各個教會 然後或是說各個宗會 就在部落裡面的宗會 他們自己所保存當時候的牧師神父 去接觸老人家去訪談的一個紀錄 要必須要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你才可以看到當時候的神父牧師 他們怎麼去知到這些東西 那在比較後期吧 大約在80年代左右 那個中國文化大學的金東華老師 他們創立的中國國產學會 開始進行台灣民間故事的一個調查 當時候也不是特別針對原住民 這邊要稍微提一下 當時候他們是針對台灣這邊的各個地區的民間故事進行調查 那在民間故事 應該都各個地區的民間故事調查的差不多的時候 再加上當時候金龍華老師底下有一些學生是原住民 然後金龍華老師也開始鼓勵這些的他的學生 去對自己族群的一個故事去進行採入 然後開始帶出一些團隊 開始深入部落裡面去進行一些調查 那手上這些 這是我自己的 那他們出了很多個 很多部的那個調查紀錄 然後現在大家可以傳閱在開門的時候 他的內容會跟日式時期有非常大的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主要是他們這些調查是已經有更新過一些學科的概念 所以在這些故事後面他都會記錄受訪者是誰 講述者是誰 什麼時間在哪個地方 那對於 對於研究者來說這個是非常好的資料 你知道這些東西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可能有流傳過 那對於創作者來說他有什麼好處呢 相對於日式時代的資料 我們看完之後創作者他只能去想像 他可能可以透過日本文化的圖片去想像 那部落是什麼樣子 或者這些故事是什麼東西 在哪裡流傳 但是在近代的采錄裡面 創作者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這些故事他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有流傳過 他可以親身去那些部落看 他可以知道說 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面孕育出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當然啦 至今其實都還有一直到現在 不管是中研院啊 還有各個的大專院校 或是說剛才提到的中國文化大學 他其實都有持續在進行這些調查 那甚至中研院還有就是政府單位也有委託 那其實比較麻煩的是 在近當代的那個調查的 就是這種以接案子的調查 大部分可能你是知道這些故事的人 有幾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透過那個案子裡面 有學生把他的那個研究論文 就是以這個組織為主 然後你就會看到他的財務資料 還有就是你可能要去中研院 可能或是說其他政府單位 看他們有沒有公布出來 就是他們當時候的成果報告書 那這些成果報告書有些可能會出版 有些是沒有出版的 像我這邊所知道的是那個 太魯閣他們那邊 太魯閣那邊之前沒有做過一些調查 但是他們並沒有所謂的出版計畫 他們是利用這些調查 調查回來之後 他們是請一些的插畫家 然後請一些的那個類似像寫手 去編撰他們自己的族群的童話書 就是有著色本也有那個故事書 彩色故事書這樣子 那這邊也放上幾個後面 就是那個 這邊這本是賽德克他們 那這本是那個天主家他們自己 就是天主教信 應該就是說那個宗會 他們去調查 然後自己出版 那這個就是有出版 但其實並稍微查過了 是好像市售的數量不多 市售的數量不多 但是它也是要做為他們自己傳統文化 去做一個傳承這樣子 好那在樂園神話當中 有一種類型它是非常非常廣泛流傳的 一粒餅煮一鍋飯 這個故事 那這故事它內容在講什麼呢 這邊稍微簡單的跟大家 我用清潔單人的方式 我用清潔單人的方式 比較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故事 那老人家都說嘛 以前其實要煮飯很簡單 你只要拿一粒 就是小米 就拿一粒小米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是 即便是一球對不對 上面也有很多粒的小米 那你要拿 只要拿一粒的小米 放在鍋子裡面 就可以煮出非常多的飯 那但是呢有一天有一個懶惰的人 有些版本是講懶惰的人 有些版本是講孕婦 他不想這麼麻煩 他想說一次煮一鍋飯 他要煮好幾次才可以攻擊 廚人或是家人吃 他就決定了 他把整把的小米 整把的小米丟進去裡面 鍋子裡面煮 那結果呢 結果發生那種事情 那那個米不斷的不斷的 向外四處的擴張 一直冒出來滾 滾熱的小米 不斷不斷的冒出來 那最後呢 煮飯者他被淹沒 這個煮飯者的下場 可能是一趟時 或是說小米變成老鼠小鳥跑走 然後甚至之後還回來 還危害那個農作這樣子 然後從此之後 因為發生這個事情 從此之後 需要很多的小米 才可以煮成一鍋飯 他們必須要辛勤的工作 才能夠溫飽 那這類的故事呢 流傳在很多的族群當中 我這邊列舉的是 明確有紀錄的 但是不代表 我沒有提到的這些族群 他們在族內 沒有流傳 像阿美 布農 塞夏 太亞族 台灣 非南 盧凱 他們其實都有流傳類似的傳說 那內容是有各種 今天給大家看的這些 就是看來給大家發下去的那幾本書 其實都有記載 然後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被目錄 然後快速的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各個版本 各個族群講述的版本 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在另外一個所謂的樂園神話當中 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就是 動物的獸毛可以變動 很好玩喔 古時候的人他想要吃肉的時候 他就把豬或是水鹿或是山江 他的毛他會叫他過來 然後那個動物就會蹦蹦蹦跑過來 然後他就把他一些毛 然後這個毛拔下來之後 有幾種說法 一個是說拿到鍋子裡面煮 那另外一個說法是 他放到一個塞子 米塞的 就是竹邊的一個平板狀的一個器目下面去 然後唸咒 他就變成肉 那 但是呢 為什麼現在沒有辦法 還是一樣 有幾種說法 有的人他就 有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浪費食物 因為他拿了很多肉 他就沒有吃完 然後被神懲罰 毛再也沒辦法變出肉 那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 他因為觸犯禁忌 比如說族群的禁忌 他不能這樣子煮 不能這樣子煮 或是說他再去那個什麼 就是觸犯那個禁忌 就是欺騙他的人 或是去殺人 或是怎樣之類的 因為觸犯了毛的禁忌 所以沒有辦法再用這樣子 瘦毛變熱 那還有一個版本 其實是最廣的流傳的 就是 這個人 因為他懶得拔瘦毛 他覺得拔瘦毛之後 還要放在鍋子裡面煮 或是還要唸中 太麻煩了 我何不直接把瘦肉割下來 我就有肉吃了 結果 一這樣做 野獸流血疼痛 很生氣的跟人講說 你這樣子 我以後再賭 你再怎麼叫我都不來 所以以後再也沒 動物也不會過來 然後也不能把豬毛變肉 那這樣的故事 其實在很多的族群都有流傳 不只是上命列祖 在宗族其實也有 布農族其實也有類似的故事 只不過他們內容相對比較簡單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種 幻物自然 剛剛提到的 這種動物 牠會自己跑過來 人們想要吃肉 想要吃肉的時候 就會叫動物過來 然後一樣 自行過來 把牠毛 那 在某一次 某個人太貪心了 牠不只要豬來 牠要水、鹿、山、羌、非屬蟲都過來 然後結果導致 也被神明懲罰 那種太貪心了 所以以後再怎麼叫 動物就不會過來 那這個故事其實在 在主要在這種文面族群裡面 大量的流傳 而且流傳的部落非常的多 流傳的部落非常多 因為我們所知道 原住民他們有分了非常多的部落 他可能有些故事在某些部落有流傳 有些名 但是在泰雅圖、泰魯格還有賽德克 基本上你現在進入到部落裡面 去跟大約70歲以上的老人去聊天的時候 你去問牠說 這個故事 以前是不是不用狩獵可以拔獸毛變成肉 他大部分都會跟你講類似的故事 好 那還有另外一種類型 這種煥物自來的這種類型 很好玩 它在布農族裡面有流傳 比如說以前啊 需要木頭的時候 就當財燒馬 或是說要開房子的時候 牠自己會走過來 自己跑到家裡 那為什麼後來不行呢 因為有一次 木頭它進到家中的時候 牠不小心把婦女織布用的柱麻線碰斷 什麼是柱麻線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是用一種叫做柱麻的一個植物 然後把很長 在山上其實很長 在山下種的長度都不長 然後把牠的那個筋取下來 然後外面的絲取下來 然後變成絲成一條一條的線 那很好啊 我問過太魯格族的老阿嬤他們說 以前怎麼把這個線結起來 我本來一開始我還以為就是 這個線不長啊 因為其實一條線不長 牠們怎麼織成一樣 我那時候傻傻的問一下說 啊是不是打個結就好了 然後阿嬤說怎麼可能 你打結你就沒辦法織了 那很好啊 然後他們是說 以前怎麼把線結起來 他們就用口水 就是嘴巴含那個名 然後嚼一嚼 然後用那個口水 然後把線結起來 那這是阿嬤的說法 這是阿嬤的說法 這個不只太魯格族 布農族也會過 他們也都說是用那種口水 把它黏起來這樣子 好 那黏起來之後 就以這種方式 這個是布農族的 他們用這種在地上整線 那太魯格族的話 其實是用個大木箱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筋尾壓起來 然後慢慢把布置出來這樣子 然後插開他這個話題 就是他木頭砰砰砰跑進來 結果婦女她在整理線的時候 把她接線整線的時候 就把她的柱麻線碰斷了 那這個婦女非常的生氣 就對著木材破口大罵 怎麼這樣子啊 怎麼這樣 把我的線 好不容易整理好的線 全部都弄斷了 然後木材她覺得自己受到侮辱了 被這樣子罵之後 她覺得自己受到侮辱了 結果她也料下喊話說 既然這樣子我以後再也不來了 你以後要 要木材的時候 你必須要走到深山裡面 很辛苦的才可以把我砍起來 砍倒之後 把樹木砍倒之後 很辛苦的才可以把我背回家裡 那這種故事其實流傳在布農族 台灣族 北南族其實都有 那還有一個很好玩的 這種物品會自己走動 網帶 原住民的網帶 其實以前是不需要人家背的 你把東西放進去 然後他就會自己跟著你走 但是 為什麼現在不行呢 因為某一天 有個人 他很 人家說 很頑皮 或是說 很沒有同理性 他就在網帶在走的時候 他就躲起來 然後大聲地 嚇那個網帶 那這個網帶被嚇到之後 他就在原地不動 被真的一嚇到之後 他就在原地不動 一開始這個人還覺得很好玩 因為被嚇到 看他在地上 蹲著不敢動 結果後來過了一陣子 他發現 網帶真的都不會動 從此之後 所有的網帶都不會走動 那人們要用網帶來背東西的時候 就只能自己背 背著走 那這類的 這個就是網帶 泰雅圖的網帶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有兩種疑似 一個是雙肩背的 那還有另外一種 它會做得比較大 或是說它會跟竹籠沿在一起 就是背後不是網子 而是那個竹籠 它是用那個 一條布放在前面這樣 用額頭肩頸的力量 來負擔重力這樣 那這樣的 這類的故事 大部分流傳在 泰雅族 賽德克族裡面 還有一個 在樂園的神話 Gordon Edge裡面 其實原住民也有提到 這一點 人為什麼會死掉 而且每個族群 這個差異性是最大的 這個差異性是最大的 現在講述到的這個版本 等一下會講說是哪個族群 我說其實人不會死掉 而且只要脫去外皮 就可以恢復清楚